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家常小油饼 两面金黄 掰开里面各个都是小薄层 咸香又美味 如果您喜欢可以跟着海娟一起做起来哟 盆中倒入500克普通面粉 加5克的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310毫升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大约揉至5-6分钟 这个面一定要多揉一会儿 揉成柔软细腻的光滑面团 直接移到案板上 搓成长条状 案板上抹少许的油 防粘 因为这个面特别的软 下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拿过一块面剂 右外向里多搓揉剂下 把面再次揉均匀 整理成圆形 面剂子就全部做好了 表面均匀地涂抹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 醒半个小时 取过一个面剂 轻轻按压扁 醒好的面剂 特别的柔软 用擀面杖先左右擀开 再上下擀宽 擀成这样的大薄片 上边往上撑拉 轻轻撑拉 不要拽破 下边往下撑拉 拽薄 然后上片和下片对折过来 拽住两边轻轻撑拉 撑薄 然后卷起 松一点卷 不要卷得太紧 尾部放在底面 整理一下形状 饼的生坯就做好了 电饼成预热 刷少许的底油 油热后放入生坯 烙至生坯 表面鼓起 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烙至底面也变成金黄色 再次翻面 全程不断的翻面 大约烙至2-3分钟 烙至两边都成长的金黄色 边沿处按压快速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小油饼这个做法您学会了吗 这样做的油饼特别的简单 全程无难度 无技巧 层次丰富 好吃有嚼劲 想看更多的美食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我们下个视频见